或是十二 沒辦法跟婆婆說謝謝 都有 其實在我們評估起來 道歉是最難的 為什麼 大家都覺得自己不要贏到 都覺得自己贏得不錯 所以你們就會想說 在安平平坊 英文人怎麼這麼激薄啊 他要去管人家道歉 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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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這麼激薄啊 的確是這麼激薄 為什麼 因為心形的不平激 會影響到別人的什麼 閃除 是個心靈契合的一個閃除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 大家是怎麼來做 那一般的醫院都會有冷疹病房 安理聚焦招跟安理羅盟房 那一般呢 除了在我們台灣的安理病房 目前這個科別最多的是有家庭醫學科的醫生在照顧 那有些醫院是血液腫瘤科 有些醫院是放射腫瘤科 大家分得清楚血液腫瘤科跟放射腫瘤科 因為他們都是照顧癌症 那在台灣還有神經內科醫師 他們有些也會做安理 麻醉的醫師有的也會 都有 不過台灣目前最多的是家庭醫學科的醫師 因為家庭醫師從出生到走 所以家庭醫學科醫師就很熟悉團隊的照顧 所以包括台北市像台大榮總 慈濟 還有一些市民醫院 大家都是家庭醫學科醫師 不過像國防三種 三種就是血液腫瘤科醫師 像馬接 第一間的馬接 他們就是放射腫瘤科醫師 所以大家有一點嘗試 所以醫護、社工一起搭檔 在安寧密房裡面 團隊至少都會有醫護、社工之外 治工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大家未來也是 安寧照顧裡面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旁邊就是負責的一個工作項目 那心理師就要看每個醫院不太一樣 有的醫院請的請 有的醫院請不請 那我們醫院是有請理師 那美術老師 宗教師 現在幾乎各醫院 因為我們之前 從這個我們臨床宗教協會 從蓮花基金會時代 到臨床宗教師協會時代 我們培養全國非常多的一個 佛教宗教師 那其他的宗教也有培養 一些臨床宗教師 他們也會參與團隊的民作 來協助病人跟家屬 做靈性關懷和服務 那美術老師做什麼呢 等一下我們會看 所以做身心靈的照顧 身體的部分就是藥物嘛 藥物還有一些決策 那這是我們我們醫院 他宗教師他在跟病人跟家屬 討論怎麼做功課 這個是在我們病房 也有一些病人 本來都沒有宗教信仰 在住院期間短短 兩三個禮拜期間 決定他要求求歸儀的也有 這應該是在做這個歸儀的過程 是在告訴他說要怎麼送你 我們記得這個圖片是這樣子 那美術老師 美術老師大家知道說 很多人的感情是沒辦法用嘴巴說的 這時候可以透過畫 或是顏色來傳遞那個 心情跟術情 這是美術療癒的很重要的一個工作 那另外氣功的導引 那會有這麼多各種不同的儀器 就是只要能夠提升病人生活病毒的方法 我們都會盡可能去使用 所以如果你們到安寧病房去實習去實習 你就會看到很多各種不同的特殊枕頭 因為目前病人很衰弱 所以他一個姿勢啊自身不足 我們就有什麼U型枕大枕小枕 那枕手的枕腳的枕腰的各種不同 一枕套的舒適物理 然後就是我們針灸電腰的方法 酸痛對酸痛特別有效 用緩和外線罩讓他的血液感好 那其實這些東西有效 有時候在我們病房的醫護同仁啊 或是甚至工也會自己買回家自己用 因為真的還蠻舒服的 那有一些特別的一個血清 一些按摩和木徑 總之各種想到的方法都盡量搬出來用 那所以各個安寧病房幾乎都有提供這個方向療法 這可不是我們隨便去買的一些混雜的精油 這些精油都是有療效的 那我們病房也有幾位的護理師 自己有興趣已經獲得這個方向療法的認證 然後做腳的按摩 我們剛提到怎麼樣的電 讓病人最舒服了 翻身的時候也是舒服 這以後如果有機會到醫院實施的話 可能都會教大家 因為大家未來到社區去做關懷的時候 尤其是病人 幫忙病人做關懷的時候 我們也會想辦法讓他在家裡 用現成的環境 現成的衣物枕頭 來讓他舒適一點吧 然後每天沒辦法洗澡 病人每天還是泡手泡腳 那洗澡機大家一定有聽過 在台灣要開安理病房 一定要準備這個洗澡機 那這個我們這個洗澡機 你看不要看他這樣子看不起 這一台一百萬 當然他是北歐進口的 所以也有一點點比較貴 最主要的是說 他的一個沖過的一個水流 他的那個水流的一個設計方向 能夠讓 能夠讓這個病人 尤其是那個痠痛的病人 洗完了就睡得香噴噴很舒服 我們有很多故事 是關於洗澡機的一個故事 因為很多的一個默洗病人 他可能因為衰落到沒辦法去泡澡 所以已經三個月半年都沒有洗澡 都是擦澡的 為什麼 因為他身上有一些管子 那一般醫護人 要那麼多時間 去幫他 很多人都說 你這個不能洗澡 只能擦澡 到我們病房之後 我們護理師就會想盡辦法 幫他把那些管理都 都幫他包好 然後進去洗 那旁邊還有一個搬運床 因為這樣的病人不太有力氣 原來不是坐輪椅在那邊搬 我們就另外有一個洗澡搬運床 或者這樣子送過去 前前後後 從把他準備好 洗好 然後再把所有的管屋恢復 你的病人一個多小時跑掉 跑掉 那 但是這完全都非常的舒服 因為很多病人洗完澡 然後就很高興地睡著了 也有病人睡著的時候就走了 但是要走之前 睡之前就說 我已經好久好久 沒有洗這麼舒服的房間 所以我們如果有一些 背部痠痛的病人 因為他長期姿勢的關係 沒辦法睡好 靜安理病房第一件事 就是可以去洗澡 讓他洗得很舒服 睡不好 按失眠的病人也行 那 也因為這樣子 幫病人洗澡 我們的居家護理師 就是到家裡去訪視的護理師 還因為這樣子就發明了一種 可以居家幫病人洗澡 那一個洗澡的水身攜帶機器 最近還有獲得這個國家的SMQ認證 銅牌獎 就是變成說他只要攜帶到病人家裡 然後把床架起來 在床上架起來 然後沖熱水 床就變成一個洗澡缸 很厲害 所以 病人其實在家裡 床上也可以洗熱水澡 很舒服 所以這個洗澡精 對,安理病房 默洗照顧有一點 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福利 所以幾乎我們留下很多的照片 所以幾乎我們留下很多的照片 病人都是性高慘烈的 在洗澡 所以舒適護理 清潔的口腔 口腔的清潔 對影響人的食慾非常的重要 所以在我們病房 或者是共同照顧 都會去教導家屬 怎麼幫病人做身體舒適的護理 另外我們剛剛提到 提到 我們不只關心病人 也關心家屬 所以住院期間都會定期舉行 這個家屬的支持團體 讓一樣 這個家裡有生病病人的家屬在一起 分享經驗 抒發心情 提供支持 每個安寧必房都會有他的宗教室 一般所謂的禱告室 或是兼宗教室 兼祝天室 那因為現在 幾乎新蓋的安寧必房 他的這個佛像 這個聖徒瑪利亞的聖像 或是十字架 他都可以 就是像那個 這個交替 所以 不同宗教都可以使用 這個意思 那 往生駐念式 在我們目前衛生署的規定 只要你有 叫做安寧必房 一定要有洗澡機 跟往生駐念式 那他名字叫往生駐念式 他是說 要有一個空間 提供這個 這個 過世的病人 這個 有一個空間 讓病人跟家屬 在那邊哀悼的一個地區 他對我們佛像佛來說 就非常好 就叫往生駐念式 那一般大概都可以 零流八個小時 是沒有錯 那有些醫院 他的往生駐念式 不是設在一個地方 那就是要推到另外一個地方 那不過靜可能也都是 不要去移動病人 那 有些這個病人 他自己 這個部份非常注重 他希望都不要移動的話 那其實最好的地方 是在自己的家裡 所以 這個 我們因為 一個佛教徒 如果希望 自己走之後 盡量都不要 有這些醫療的介入 或是碰觸的話 其實最好是在家裡 那就要靠大家幫忙 怎麼讓他在家裡也可以 有這樣的一個 這個 比如說在家裡 平安的往生 那我們剛剛提到說 美術的療癒 就是透過美 進行這個內在的覺察 和心情的放鬆 然後宗教師的 一個歸醫 好 那這是我們 一些病人的作品 那最近幾年 我們 美術老師經常 會讓病人來 瞄這個 觀音菩薩的一個 聖像 就是 讓他用泡 透明治療 那通常病人在 瞄的過程當中 就會過得非常平靜 的一個感覺 那如果狀況好一點的病人 有時候還會建議 他們畫那個曼陀羅 曼陀羅的一個著色 那個對心靈的一個平靜 其實都會有很大的 好 那另外 這個 對兒童來說 他怎麼去面對 這個父親母親要走的 那個兒童的那個 情緒的調適 也很重要 所以我們也會做 心理的一個 輔導支持 還有對兒童來說 也有一些 輕飄細血的會人 是要專門給兒童 唸給兒童 聽的讓他 去瞭解這個 長輩的死亡 到底是一個 什麼樣的一個狀況 好 那我們台灣很多人 喜歡打麻將 好 有聽的 很久沒有摸你打 很不舒服 那這個算是 狀況不錯的 可以做起來 打麻將 那 樂缺餓 所以這個死 醫師就嚇了 有些病人 已經沒有辦法做起來打了 那有的 他就在前面看 叫他家屬打 或者是 他就只拿一個牌子 在手上這樣摸 欸他也過癮 真的有點有趣 所以這個麻將 就是說 一個人他怎麼去生 怎麼樣的一個過他每天的生活 我們盡量就是讓他要走之前 出去 威師 他以前的一個 一個 習慣的 那一般我們國內的愛你病房 在特殊的一個捷徑都會幹活動 好